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蒋英库狠狠的瞪了蒋树海一眼 看来你还挺明白 明白就好 放了你 不就等于我自己在找死吗 蒋树海还是不甘心 死死的拽着蒋英库的胳膊哀求道 三哥 你不要这么说 要不你就把我送到海城去吧 蒋树海的话让蒋英库眼睛一亮 他心里在说 好啊 这回我就成全你一回送你去海城 原来蒋树海的亲哥哥蒋树涛住在辽宁海城 其实蒋英库并不是真的想送走这个麻烦 他只是想一来蒋树海离开了赵东 这就不怕他再胡说了 二来如果有机会他还可以伺机除掉这个心头大患 到了海城 蒋英库领的蒋树海来到他亲哥哥蒋树涛家里 蒋树海知道这是他活命的唯一机会 他瞅准了一个空子把自己肚子的委屈和恐惧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统统告诉了亲哥哥 听完弟弟的血泪控诉之后 蒋树涛气的火猫三丈 他找到蒋英库质问他为什么要逼蒋树海杀人 蒋英库先是一惊 而后拾口否认 大哥 你可别听树海胡雷 我都没敢跟你说 这一段他一直神神叨叨的 见谁就说谁杀人 你信吗 我要是真杀了人 今天还能在这跟你喝酒 蒋树涛自然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话 但是又一想 如果弟弟真的跟着蒋英库杀了那么多人 不是死罪也得把牢底坐穿 暴露了蒋英库等于送弟弟进大牢 他一时没了主意 次日蒋英库又甜言蜜语的哄着蒋树海 答应跟着他返回赵东 一听说弟弟要回赵东 蒋树涛百般阻拦 执意不肯 老实巴交的蒋树海 完全被蒋英库的鬼话给蒙蔽了 他对蒋树涛说 大哥你放心吧 不管怎么说 咱们都是一个祖宗的兄弟 他还真的敢把我咋地啊 不会 再说了 我也不能在你这长住啊 听了弟弟的一番话 蒋树涛心中一转念 如果你非要回赵东不可 必须我陪你把你送到了 见蒋树涛要送弟弟到赵东 蒋英库又吓了一大跳 他想 蒋树涛如果去赵东市百分之八十是到公安局去揭发我 不行 我不能让他去赵东 可是蒋树涛决心已定 不管蒋英库如何阻拦 坚持与他们同行 蒋英库无奈勉强答应了 就在兄弟三个人启程的前一天 蒋英库悄悄用手机联系了杀手 沈显贵命令他率领最得力的助手火速赶到沈阳北战 在火车上 截杀蒋出头 接到蒋的旨意以后杀手沈显贵王英丽 蒋树渊三个人立即登车 昼夜兼程的奔赴了沈阳 列车徐徐的停在了沈阳北战 沈显贵王英丽蒋树渊按照蒋英库约好的车厢迅速上车 分别隐藏在车厢两侧悠闲着等待着命令 蒋英库示意沈显贵等人列车进入铁岭区段时司机动手 安排妥当 蒋英库回到车厢 假惺惺的对蒋树涛说 咱哥俩到餐厅叫几个菜 然后喝点酒 好好的睡一觉 蒋树涛不知事迹 就随着蒋英库向餐车走去 这时沈显贵等三个人已经紧随气候 蒋英库迅速的将蒋树涛甩在了后面 沈显贵王英丽快步的抢到了蒋树涛的前面 王英丽拽住了蒋树涛的衣襟 沈显贵扯着蒋树涛的胳膊挡住了蒋树涛的去路 蒋树涛突然明白了中了蒋英库的圈套 他知道来者不善 感到自己和弟弟都命在旦夕 正在他准备做最后挣扎的时候 碰巧列车长和乘警从前面走过 沈显贵三个人慌忙的散开 为了掩护他们的举动 他们转身走到车厢衔接处的两端 蒋树涛一见顺手就拧开了厕所的门把手 机不可施 他使劲的抽开了厕所的窗户 想要爬上窗户跳车逃跑 在沈显贵蒋树渊的掩护之下 王英丽跟着也冲进了厕所 他罩着已经爬上了车窗的蒋树涛的手臂猛的刺了一刀 只听蒋树涛哀腰的一声 一松手跌下了风驰电车的列车 蒋树涛血肉横飞 最后滚落在铁道旁 双腿骨折鲜血飞溅晕厥了过去 幸好没多久 他侥幸被寻道工发现了 送进了当地医院 当他出院的时候 双腿留下了终身残疾 死里逃生的蒋树涛再也不敢回海城市了 他整天东躲西藏唯恐再遭到蒋英库的暗中追杀 蒋树涛跳车逃走以后 沈显贵三个人垂头丧气的面见了蒋英库 蒋英库气的青筋爆气 两眼瞪圆狠狠的抽了沈显贵一个耳光 他骂道 废用一群我能废 列车进入赵东站 蒋英库一行五人下了车 回到陶瓷公司蒋英库一落座 就怒气冲天的吩咐沈显贵等人立即把蒋树海处理掉 沈显贵迟疑的问 大哥 怎么个处理法 蒋英库急了就大骂道 你们都是他妈猪脑子 白吃我的饭 白花我的钱 这他妈也不懂 老规矩 歇了 受 就在陶瓷公司的车库里悲剧再度上演 蒋英库终于秘密的把他的堂兄弟蒋树海除掉了 杀了蒋树海 蒋英库心里并不轻松 他又在想 除掉了蒋树海这个大隐患 可又多了他哥哥蒋树涛这个隐患 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 如果死了那太好了跳车自杀的人多的是万事大吉 如果他还活着 那可真是大祸患 必须斩草出根 他环视了站在他两侧的神险柜等杀手 心里骂道 这些小兔崽子这些年老子养肥了 你们每除掉一个人都会拿出十万二十万来打发你们这些冷血动物 眼下牵扯到两条人命 没有二十多万元 现前撑着这帮狗娘养的也不会给我卖命 他妈的 可眼下手头紧得很 上哪儿去弄钱呢 琢磨了一会儿 蒋英库突然想到了一位最要好的朋友 赵栋是有一位经常在铁路沿线做买卖的刘少辈 几年前就与蒋英库混得很熟 他俩经常在一起赌博喝酒 嫖娼跳舞 平时刘少辈适赌如命 每进赌场必要蒋英库 不管输赢赌资完全都有刘少辈出 赌完以后二人经常去饭馆酒楼好饮一顿 有一回酒过三杯 刘少辈便手舞足蹈起来 他甩掉衣服光着膀子 边喝边吹 颜库兄 别看你事业干的那么红黄 可是老弟我不服你 真的 你有钱 我也有钱 你有枪 我也有枪 我告诉你 兄弟我是黑白两道 你明白吗 颜者无异 闻者又心 蒋英库眼望着刘少辈喳喳呼呼的样 心想 好小子 你也别在我面前高兴的太早 老子 我就在你身上放血 这会儿一想到刘少辈 蒋英库大有六万花明的感觉 他冷静的思索着制住刘少辈的路数 他小子有钱有枪 说的他妈的是不是真的 可是从他的举止言谈中也看不出有撒谎的迹象 既然你这么有钱 那我就以借钱的名义先投石问路 探看你的虚实 第二天 他安排了一桌丰盛的酒宴 款待刘少辈 见到满满一桌山珍海外 外加高档白酒 刘少辈收冲若惊 不一会儿 喝到刘少辈是云山雾罩 云云云云 但刘少辈还是没有忘了发挥吹牛皮 说大话的这种特长 他举着杯说 三哥啊 你今儿个找我准是有事 对不对 跟你说实话 兄弟我除了腰里别的几个钱 别的啥都没有 讲人酷乐了 拍着刘少辈的肩膀 兄弟 你真是神了 哥哥我就是想借几个钱周转一下 要不了几天就还 刘少辈一听到借钱俩字 心里直骂自己 瞧我这张烂嘴 说啥不好 干嘛提钱呢 这下好 正好掉坑里了 借钱给他 那不等于肉包子打狗吗 哎呀我的妈呀 我怎么就这么蠢呢 心里想着 可是进到肚子里的酒精 却让他的嘴不停指挥了 他眨不眨不眼睛说 要借钱 那你就说呗 多少 蒋英库一听 知道刘少辈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他笑咪咪的在刘少辈眼前伸出五个手指头 刘少辈迷迷糊糊糊的问 我五千呢 蒋英库干笑了几声 那点放屁都不够 五千块钱我还用找得着你 刘少辈惊得酒都醒了几分 他瞪大了眼睛 问道 三个 十五啊 蒋英库点了点头 五个手指头伸到了刘少辈的鼻尖底下 对 五万 我先向你借五万 刘少辈浑身都一哆嗦 蒋英库见刘少辈脸色都变了 一巴掌重重的拍在了刘少辈的肩膀上 紧追不舍的问道怎么刘老弟不想接 刘少辈哪有那个胆 他只好咬着牙 堵着狠气说 哎呀 不就是五万块钱吗 好 大丈夫一言计出 是司马兰队 明天上午 那个九点吧 我保管把钱送到三哥手中 蒋英库这一才把搭在他肩膀上的手松开 奸笑着端起了酒杯 仰起了脖子 把酒灌了下去 刘少辈回到家恨不得扇自己两个耳瓜子 但是第二天他还是背着妻子到农行 从存折里提出五万块钱 亲自送到了蒋英库手里 蒋英库一见刘少辈信守承诺 当即从办公桌里拿出个借条递给了刘少辈 并且十分礼貌的把刘少辈送到门外 少辈三哥眼下有点小坎 等我过了这道坎 三哥我一定会重重的谢你 刘少辈这会儿是鸭子死了嘴硬了 但是他还没忘了吹牛 哎三哥你要是再用钱就知伤了 我刘少辈绝不含糊 蒋英库嘴里应着行 够哥们心里却在笑 你就等着吧 你看我怎么把你的钱 你的枪都弄到我的手 时间才过了半个月 蒋英库就已经侦查清楚了刘少辈的全部家财 他立即决定要干掉刘少辈 然后洗劫他家 钱和枪就必须都得姓蒋 九月的一个中午按照蒋英库设计好的圈套杀手 沈显贵开着车找到了正在赌场上赌博的刘少辈 刘少辈跟着沈显贵上了车 车开进了陶瓷公司车库里面停了下来 刘少辈一下车只见蒋英库 蒋英权王英丽万中四个人 正插着腰在等着他呢 三个找我打麻将怎么在车库里等着呢 蒋英库猛的一回头 脸色阴沉的使人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刘少辈 你少给我扯那些没用的 我问你 你到底有多少钱 从事招来 刘少辈浑身一颤 心里明白了 你蒋英库根本不是找我玩麻将啊 原来你是打主意要我的钱呢 他咽了两口唾沫 努力使自己显得震惊一些 三哥 我还是那句话 你用钱就说话 兄弟 我绝不含糊 蒋英库则咬着牙冷笑了两声恶狠狠的说 今天 我不光要你的钱 我还要你的命 来人给我打 话音刚落 蒋英权王英丽万中操起了棍棒照着刘少辈 被劈头盖脸的就大 刘少辈万没想到蒋英库回来这么狠毒的一招 他指着蒋英库大骂道 姓蒋大 你他骂的恩将仇报啊 你 他没等他用手捂住脑袋 就被胖胖的挤打 木棍打得头破血流 他哀腰一声 栽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沈显贵冲了过来 一手把他翻成仰面朝天一手举起了尖刀 对准刘少辈的前胸连刺三刀 每当刀从刘少辈的胸口拔出都有一股血跟着刀喷出来 见到了墙上地上 刘少辈恩恩的哼哼了几声 从口里也涌出了几口鲜血 双腿乱蹬了两下就命归西天 蒋英全过来踢了一下刘少辈 突然他发现刘少辈脚上穿着的是一双名牌皮鞋 不仅贪婪的说道 啊 这小子的皮鞋可是高档名牌鞋 少说也值好几百块钱 扔了白瞎了 还是我穿吧 说完 他就从还冒着血的尸体上 把鞋给拔了下来 穿在了自己的脚上 蒋英库走过来骂了一句很没出息 又阴沉沉的对杀手们说 赶紧去他家 第一 把那五万块钱的借条给我找回来 第二 超出他家的钱和枪 统统的拿来 快 蒋英全 王英丽 贾勇 万中一行四个人 立马开车 到了刘少辈家的住处 蒋英全上前按住门铃 从门内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是刘少辈的妻子朱小琴 朱小琴刚把楼门打开 蒋英全一个箭步就进了屋里 一把抓住了朱小琴 朱小琴吓得直哆嗦 战战兢兢的问 你们 哎呀 你们要干什么呀 蒋英全咬牙切齿的说道 干啥 要你的命 说着掏出枪 对准朱小琴的头部 砰的一声 开了一枪 朱小琴当即倒在了血泼中 听到动静 刘少辈八岁的儿子刘小龙 从屋里伸出了头来张望 王英丽快速的冲进了礼物 一把将他按倒在地上连掐带压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可怜的孩子就咽了气 与此同时 甲永和万中两个人四只大手 将刘少辈早已经下呆的六岁的小儿子刘小莽也给掐死了 蒋英全则高声命令道快点 把他们全都给卸了 于是刘少辈家顿时成了屠宰场 他们四个人跺的跺 砍的砍 十分娴熟的将朱小琴刘小龙刘小莽三个人分尸十几块 然后用塑料布连包带果的塞进了编织袋中 一场骇人听门的楼内碎尸案竟然在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察觉中发生了 趁着夜色的掩护 三个冤魂由甲永推着自行车 拖在了两个塑料编织袋中运回了陶瓷公司车库的锅炉旁 与刘少辈团圆了 一家人就这么一起进了蒋英库的焚尸炉化作屡屡青烟和一堆灰烬 处理完尸体蒋英权王英丽万中三个人又再次来到刘家进行了大洗劫 共翻出存折两个共有存款三万元现金一万元首枪一支以及蒋英库的五万元借据一掌 这一下子蒋英库应该既放心又满足了吧 不 杀的人越多 蒋英库就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性命朝不保夕了 他感到手下的几个杀手们虽然说个个都怕的绝对服从他 但却离他越来越远 他明白迟早有一天他的罪恶会露出马脚 那时最先出卖他将他送上断头台的 就是他的杀手们 蒋英库再一次陷入了寝食难安的困境中 于是 他决定横下心孤注一掷 先下手围墙 抢先一步除掉全部的麻烦 王英丽是蒋英库手下最得力的黑干将 也是蒋英库下决心除掉麻烦后第一个撞到蒋英库枪口上的恶魔 一天 王英丽在赵东市陶瓷大厦里 与来收取暖费的尹如海发生了摩擦 他竟然用尖刀将尹如海给杀死 然后王英丽就潜逃到了蒋英库 在哈尔滨市太平区所开设的一个饭店里 一见面 王英丽就把自己杀人的过程一五一十向蒋英库和盘拖出 蒋英库心里琢磨 你公开在大庭广众中杀了人 再跑到我这来避难公安机关肯定要追查 一旦你被抓住我的事也会漏出来 不行 我必须要除掉这个大患 下午饭店的客人差不多都走了 服务员和厨子小工大部分都歇着了 从大堂到厨房都很是安静 蒋英库暗地分析 蒋英库暗地里吩咐蒋英权蒋树渊 藏在厨房内交代如此如此 蒋英库将王英丽请到客厅里 桌子上摆着一盘花生米和一盘土豆丝 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闲聊 吃喝不到十分钟的功夫 盘里的菜就全都没了 蒋英库吩咐王英丽 去到厨房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再端了两盘 王英丽不知其中有诈 不加思索的向厨房走去 他前脚刚一迈进厨房的门槛 埋伏在门后的蒋英拳一刀就将王英丽砍倒在地 紧接着蒋树员一脚踩住了王英丽的脖子 连砍树刀 不到三分钟时间恶贯满盈的冷血杀手王英丽 竟然死在了同伙的乱刀之下 蒋英库命令蒋英权和蒋树渊 如同以往杀人之后一样的办法 把王英丽的尸体卸下分解 待分尸完毕 蒋英库操起事先准备好的柴油 往尸块上浇满浇透 然后就放进饭店的大炉子里进行焚烧 顷刻间火苗窜出老高 思思作响 当时外面突然大刮西南风 浇了油的碎尸 借着火力和锋利 煞时间便烧的是浓烟滚滚火苗充田 乱飞的火星和呛人的浓烟惊动了左邻右舌 不少人来到饭店门口打听发生了什么事情 蒋英库吩咐蒋英权 还有蒋树渊做好一切准备 先把大家哄回去 万一哪一个好事的邻居飞得进来看看不可 只要他进来就来一个杀一个 来两个杀一双 索性邻居们命大 他们只是在饭店门口问了两声 见没有什么意外 就没有怨雷池而转身回家了 蒋英库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杀掉了王英丽 蒋英库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把目标对准了第二个第三个 蒋英库的眼睛转向了原陶司公司副经理刘德 刘德是蒋英库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 曾经参与杀害吕宝珠等多起犯罪 刘德誓酒如命 有酒避醉 而且最后闹事 丑态百出 关键是他在酒后往往信口开河什么都说 这就使蒋英库很久以前就有了除掉刘德的念头 由于碍于刘德还有点作用 因此就没有下手如今刘德喝酒越来越放肆 蒋英库觉得他的威胁就越来越大了 一天蒋英库到哈尔滨找到了先锋路六道街的一名风流寡妇姚某 蒋英库知道他在一次朋友宴会上与刘德邂逅 后来一来二去两个人的关系就已经达到了如交四期的地步 姚某说啥是啥在刘德面前呼风唤雨 姚某一见到蒋英库就问 三哥 你找小妹有啥事啊 蒋英库一边抽着烟一边慢逃私礼的对他说 我找你还真有事 我最近呢想要和贾总经理外出 这一走就是一个月 整个陶司公司的业务全由刘德来负责了 可是我担心他嗜酒如命 还酒后会闹事 他呢最听你的话 可以说是百依百顺 你管管他 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求你去劝去的少喝酒啊 姚某一听当即就答应下来 次日 蒋英库和姚某一同回到了赵东市 一下车 姚某就用手机迅速联系了刘德 刘德一听是姚某找的 顿时心花怒放 乐滋滋的就赶到了赵东北八道街玻璃厂铁路线 一个道口附近的平房里 他一进屋 早已经埋伏的杀手们一拥而上 七手八脚的结束了刘德的小命 姚某根本不知事迹 吓得他大喊大叫 撒腿就想往外跑 这时哪里还有他的火路 不由分说 杀手们不到半分钟的功夫 就将姚某捆绑的不能动他了 蒋英库瞧了瞧躺在地上的刘德 又看了开魂不附体的姚某 他扑的吐掉了嘴里的烟头 用脚将烟头给碾碎 恶狠狠的说 还是他们老规矩 谢了烧 一对冤魂一夜之间化成灰烬 除掉了王英丽刘德以后 蒋英库把凶狠的目光死死的盯在了陶瓷公司总经理家用身上 饭店女老板刘秀丽失踪以后 蒋英库将刘秀丽所经营的饭店转卖给了贾勇 时隔半年 蒋英库找到贾勇 单刀直入的说 贾勇 这个饭店 你给我倒出来 贾勇不明白就问他 三哥 这是为什么呀 蒋英库阴沉着脸 这你还看不出来吗 房子是我的 贾勇则争辩道 真是奇怪了 这房子不是我用十五万块钱买下来的吗 蒋英库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令贾勇胆战心境的字 贾勇 你是真他妈不识相 我蒋英库从来说一不二 更不能提三 你知道吗 说完他转身就走 贾勇还听到了蒋英库扔下的一句话 你给我明白点想着 又过了十几天 蒋英库第二次来到饭店 他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坐在椅子上当着贾勇的面 摆弄着他的手枪 足足有半个小时 然后他抬腿就走了 贾勇察觉到已经大难临头 他神经质般的提防着蒋英库 甚至睡觉都不敢和老婆睡在一起 而是将自己锁在一间小屋里提心吊胆的熬着日子 又过了半个月 蒋英库第三次来到饭店 他东张张西望望 粗声大气的自言自语道 这房子盖的多好啊 这房子就是我蒋英库的 说完转身又走了 贾勇明白蒋英库已经对他动了杀机 他想起参与杀人的蒋树海王英丽刘德都被蒋英库一一杀掉 下一个一定就是他了 怎么办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贾勇心急火燎的找到了餐饮服务局的朋友刘某 把着急卖房的想法说了一遍 同时还隐约的说出了自己对蒋英库十分恐惧的心里话 不到一天的时间经过刘某的撮合 贾勇以不到三万元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了陈某 当天的晚上贾勇全家就神秘的离开了赵董事 第二天蒋英库就得知这一消息 气得大骂道 好你个贾勇 你就是他妈钻进了耗子洞 我也要挖第三尺把你给找出来 2000年三月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农肯森工检察处二处警督 原成在办案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叫做潘淑珍的女人 潘淑珍送给原成一万元钱求她办事 原成没有把潘淑珍的事情办成 反而把那一万元钱给花掉了 潘淑珍不一几次找到原成大吵大闹 当时戒掉省检察院工作的蒋英库也在现场 蒋英库在省院工作的时候就曾经听说原成是某位领导的直系金属 关系非同一般 蒋英库一直都想巴结 苦于没有机会 听说潘淑珍经常找原成扯皮 原成都已经烦透了 蒋英库觉得机会来了 我何不帮原成一把 跟他牵上关系 日后对自己大有帮助呢 于是蒋英库背地里玩似的就把潘淑珍给杀了 事成以后 蒋英库找到原成说 事我已经给你摆平了 你就放心吧 潘淑珍今后再也不会找你要钱了 原成听了蒋英库的话 还以为蒋英库有能耐把潘淑珍给说服了呢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原成去找潘淑珍 这时才发现他已经失踪了 而潘家也早已经到公安机关报了 原成立即意识到潘淑珍的失踪可能与蒋英库有关 便打电话问蒋英库知不知道潘淑珍去哪 言语交谈中 原成已经感觉到是蒋英库把潘淑珍给杀了 蒋英库放下电话 敏感的察觉到原成的怀疑使情况变得十分严重 只要原成向公安机关一报案 那 蒋英库觉得自己后背一阵凉嗖嗖的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不行 绝不能让原成报案 必须立即除掉原成 蒋英库迅速的将他的两个弟弟召集在一起 煞费苦心的研究了一番 三人开始行动 有蒋英库给原成打电话 就说有人求蒋英库办事事情没办对方就送来了五万元人民币 可是这件事自己办不了必须求原成出面 所以请原成和当事人见一面增加可信度 为了能够让当事人相信 请原成把妇科级助检员果冬梅也带来 就说果冬梅是律师 原成也信以为真 第二天如约和果冬梅一起登上了蒋英库接他们的车 原成和果冬梅来到蒋英库的住处已经是中午吃饭的时间 蒋英库看了看手表对原成说 当事人刚才打来了电话 说有急事 今天就不能来了 那咱们就随便吃点饭吧 说完 他就吩咐蒋英权下楼去买东西了 原成与蒋英库是多年的老朋友 自然也不会想那么多 一切都听蒋英库的安排 很快蒋英权就带着一大包熟食回来了 开席的时候 蒋英库让原成和果冬梅喝红酒自己喝点白酒 原成一听 这政府和自己的口味便欣然同意了 他们两个并不知道 递给他们的红酒是蒋英库亲自动手 对好了麻醉药的红酒 结果原成果冬梅喝酒不到五分钟 就觉得天旋地转起来 不一会儿便双双晕倒在桌子上 这时蒋英库拿出了绳子 轻而易举的把二人给捆紧了 他又亲自动手把原成用绳子给勒死 他的两个弟弟七手八脚的 把果冬梅也给勒死了 两名省级检察院的检察官神秘失踪 令人震惊和发人深省的特大案件震动了高层领导 公检系统立即联手行动 终于将蒋英库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桩桩一件件的挖了出来 这起历时八年连续杀人达二十六人的特大杀人案件 以其飞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国 其原因有三 一 作案时间跨度之漫长 杀人之多 历史罕见 该犯罪团伙自一九九三年枪杀第一人以后 便不停的进行杀人犯罪活动 时间长达八年 杀死二十六人 平均每年要杀三人还要多 二 作案手段残忍 智能化程度之高 历史罕见 直到部分犯罪团伙的成员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 司法机关居然没有找到一块被害人的尸骨 衣物 以及任何的凶器 这些东西通通的被他们给销毁了 三检察官杀人犯罪历史罕见 为此 此案被写入了两高院2001年年度的报告之中 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了 以蒋英库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这起被列为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的 黑龙江省头号涉黑案件 经过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以后 做出终审裁定 以蒋英库为首的五名犯罪分子 将在哈尔滨市被依法执行枪决 2001年12月的一个风雪飞舞的一日子 2001年12月的一个风雪飞舞的日子 在哈尔滨市公安局一看守所里 沉重的铁料声迟缓而又清脆的敲击着 敲打着暗灰色的楼道 一名身穿黑色球服的罪犯 被几名头戴庄严国徽的公安民警押出死囚室 一步一步的向死亡的崖边走去 这就是轰动全国被公安部通缉的A级再逃犯 黑龙江省打黑除恶一号大案 蒋英库杀人犯罪集团首犯 46岁的蒋英库 曾几何时 蒋英库和他的13名成员 为了个人私利和协裕 杀害了两名省检察官和20多名平民百姓 他们横行霸道 作恶多端 血债累累 罪不可赦 与此同时 蒋英库的犯罪同伙蒋英权 蒋英纯 甲勇万中 也同样 等待着人民和法律的判决 蒋英库抬头 望了望漫天飞雪的天空 又看了看松柏树上的雪挂 和车水马龙的大街 他呆滞的目光一动不动 当笔者走到他跟前 问道 你就要离开人世了 有什么话要说吗 蒋英库仰天长叹 无限悲凉的说道 人哪 最最可怕的 就是永远也不满足的欲望 尤其是对于钱财 就在蒋英库 将要被代表法律和尊严和百姓愤怒的子弹 击中头部倒地的那一刹那 这个恶魔真的会对他无限膨胀的欲望后悔吗 然而有一点是在他听到死刑宣判的时候的确非常明白的 那就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出人头地的黄粱美梦永远消失了 是罪犯没有天生的走上犯罪的过程也就是走向悲剧自觉于人民的过程 2003年6月17日蒋英库犯罪集团的最后一名再逃犯 神显贵在内蒙被逮捕贵案 至此 这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杀人案终于画上了句号